其實我先立好遺址 我的遺址是第一點 一毛錢都不給我兒子 第二個 我所有的財產 全部捐出來 彭虎是我一個指定見證的對象 那前一陣子因為我身體不太好 那我跟我的律師、會計師都交到本來 其實我先立好遺址 我的遺址是第一點 一毛錢都不給我兒子 第二個 我所有的財產 全部捐出來 彭虎是我一個指定見證的對象 你今天參加慧民醫院的捐贈的時候 聽說你想問你的遺產沒有養給你兒子 本來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 本來是要養出來的 要養出來給什麼人 社會 養出來給社會 對 對 實際上因為我們小孩 把財產之後有財產 自己可以生活 這樣就好了 其他我們這些東西 社會談來 用在社會 我曾經一陣子 我一直長期會潰瘍 都未知到你了 說要食道發炎 食道發炎後 治療後 雖然比較好 但是體重很多 我也是經過這樣一個過程 覺得我們真的是 你永遠不曉得說 我們下一刻會不會嚴重 不如就想說好 既然 我們有時候生老病死 真的不要說 你不如我們就是 讓我們這些公正的人說 你如果有辦人怎樣 我們這些辛苦所有的 不管是財產 什麼都關於社會 不管是慈善團體 這都可以 我們下次再見